兵马俑中间的土墙是干什么的?为什么不挖开?里面藏住什么东西? 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,是令我们非常震惊的遗迹,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。 兵马俑作为震惊世界的古遗迹,有著不少的谜团。 自从1979年开放参观以后,每一年都会有无数的人前去易度兵马俑的修伟英姿。 这也是我们国人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。 在惊叹它的巨大工程量之外,很多人也会产生很多的疑惑。 了解一些陵墓挖掘的朋友,应该都知道。 通常我们在发掘古遗迹的时候,一般都会将很多地方挖开,以便知道是否具有埋藏的古文物。 而在兵马俑,有一个非常令人好奇的地方,那就是那些高高的土墙是怎么回事。 兵马俑自挖掘以来,除了那些令人惊奇的陶俑之外,一道道土墙,也是非常引人注目。 这些土墙到底是本来就有的呢? 还是后来修建的呢? 如果是本来就有的,那么那么长时间了,为什么不挖开? 里面藏住什么东西吗? 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开疑惑。 首先这些土墙是本来就有的。 当然这不是凭空捏造的事情,而是根据相关线所推断出的事情。 当时专家在发掘这些东西的时候,根据整个涌坑的建筑结构,以及潘流下来的许多痕迹,模拟了当时修建兵马俑的过程。 在修建永坑的时候,根据它的规模挖一个五米深的大坑,把地积荒石然后修建十道土墙,把永坑分为十一个过道。 过道上铺满青砖。 这些土墙的作用,是用来当作支撑的类似承重墙一样的东西。 上面会修建好顶棚整个永坑,就成了类似地宫的结构。 只不过要简陋上许多。 后来随住年代久远。 棚顶逐渐地坍塌。 冰马俑被土层覆盖。 所以考古学家在发掘的时候,可是花费了非常大的力气。 土墙之所以不挖开的原因。 一个是里面除了一些朽木之外,并没有什么文物。 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它的原来样貌。 看到这里相信,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土墙不挖开的原因了吧。 关于冰马俑各位朋友,还有什么疑惑? 可以在下方留言。 小编将尽力为大家解答。 Lincoln您 bass标是直接混在接下来标 Brothers。 谷子女 분�赌,关于冰马俑,就赶 Shoot, Protect. 架松振这个组— 所写前邪。 完全是宗子的故障色?